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大三角103岁的郭西珍 郭西珍在退休前是威省一代家喻户晓的问米婆 村民如有疑难杂症都会找他问世 但又有谁知道这名备受村民敬爱的姥姥 曾过着乞讨苦中求存的生活呢 在中国出生的郭西珍 当年因为战火和饥荒而导致清哥和两名儿子先后去世 他与丈夫为了逃离战乱从中国南来 在五米下渡的日子 他不得不出外乞讨 曾到采石厂和橡胶厂工作 也曾沿街卖面 在多次被神灵上身的巧遇下 他才被告知自己是观音娘娘附身的童身 于是他借助神灵的附身 帮助村民排忧劫难 成了村民无人不小的问米婆 郭西珍的人生坎坷 但他从容面对挫折 他认为养生先养心 即使生活艰苦命运坎坷 也要心存感恩 保持心情开朗扩大 这就是他长寿的秘诀 到底郭西珍的一生如何坎坷 那就请留意这篇光明网报的独家报导 来看下一则新闻 卫生部正建构一个名为烟草法令 阿达登巴卡的新法令 以吸纳及概括所有烟草产品 包括电子烟、水烟等在内 目前该法令尚在卫生部法律顾问研究下 近期内将会呈上给总检察署 至于是否将香烟糖纳入新法令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足迹菲里指出 香烟糖仍在该部观察及研究下 以对其成分获得一个正确的结果 目前有关调查及实验已经展开 换个焦点 您有看过用十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粒红鸡蛋 庆祝神蛋吗? 北海鼎心园三一五英魂兰卓公庙 理事、善信和义工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努力 成功制作十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粒红鸡蛋为兰卓公 贺寿 理事会主席孙福气说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六 该会与善信都会在神诞前夕 分工合作染红鸡蛋大使庆祝 这项文化自1983年开始 已延续36年 今年红鸡蛋的数量与去年相同 主要是凑个好一头及容易记下来 该会不着急创新记录 今天的新闻给您播到这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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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国打赏 Rolls-Ride 今季度订阅 Katow来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国打赏 Rolls-Ride 转发工赏 转发工资本 重点赏公司 改订阅 转发工资本 还有视频装 景点赞 订阅 转发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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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